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美国单次农场和留学频道 我又到湖边来了,今天来的比较早啊 比往常要早了一个来小时 这个夕阳还没有变红呢,现在还是黄色的 今天我聊一聊这个美国打疫苗的事啊 我今天预约了这个政府新指定的这个打疫苗的站点呢 它是可以参加免费参加这个抓彩票的啊 它这个有意思 现在美国各个州呢都是为了 为了就是鼓励大家来打这个疫苗啊 这一点我觉得美国做的比较好 它不是那种必须的啊 就是非非要求你打 还是你愿意打就打 不愿意打就不打 像我就一直犹犹豫豫的 我就没有打 但是呢现在政府这么鼓励呢 而且又好多不仅仅是纽约州啊 好多州都出具了新的政策了 纽约州前两天也出具了 说是要去打疫苗呢 可以免费抓彩票 最一等奖是500万美金 二等奖好像是多少万啊 是40万反正有好几个奖嘛 还有什么几万的两万的 什么一万的奖好多种奖啊 最低的奖是20美金 就是说你只要去参加的 参加的话你就肯定能得到20美金的一个奖券 他就说不用你自己去买奖券啊 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我还买过奖券呢 香港人特喜欢买六合彩啊 自己得下点小本 一般两块钱一张 这个不用买 他还给你20美金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本来我就犹豫的 我说是这两天去打呢 这下正好人家政府又这么鼓励 现在这个全美这个疫苗注射率可能达到50%了 但是他们想达到70%的 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这个水平 所以说我就预约好了 也去打去 这个可以抓彩票的这种打疫苗的站点呢 不是所有的站点啊 你比如说有的什么在什么药房里啊 或者有的在什么best buy商场里啊 都可以打 但是能够抓彩票的只是政府设立的 纽约州是10个站点 其他的马里兰州啊什么 什么什么俄勒岗州啊 他们也都有这种类似的活动 他们那个奖就不像我们这个一等奖是500万啊 当然也不没想着去得这500万的奖 就是响应人家政府 既然政府花这么大的血本 也就是想让人们去打嘛 你小心点啊 这有很多dark pool 你能不能用这种血几点吗 然后我们去参加他这些站点的 纽约州的那10个站点的 一会我会把哪些站点 我会把这个名字写上 写好了之后 贴到这个视频的封面去 你们自己去查 离哪儿近就可以去哪儿打 我已经预约好了 是下周三去 而且呢 一个是说要固定的站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 你还是 固定的站点 一个是还是要固定的日期 第一期这个抓彩卷的呢 就是24号到5月24号到28号 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不是这个时间的话 你也不能够参加这个抓彩卷 所以说你要把握好下周这个机会啊 重不重的吗 我觉得就算是给政府给他们表示一下支持吧 他们也设置几个站点 而且想在下一周 在这个打疫苗方面的这个比例啊 能有所突破啊 这个对他们可能防疫 因为打疫苗越多了 肯定是感染率就低嘛 这对他们政府的业绩来说 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还是有 有的小孩的站点呢 是小孩不能够参加这个抽彩卷啊 抽这个彩票 但是小孩也有一些 他们固定的站点 你是可以打了之后 可以得到什么动物园的 免费的动物园的这个门票了 而且是全家的门票 因为小孩打了之后 他没有什么反应 你就可以得了门票 他这个站点 基本上都是在各个旅游景点啊 就比如说我说的动物园门口啊 还是什么 这个水上公园的门口啊 打完了之后呢 正好就可以带着孩子进去玩去 而且这个辉瑞的疫苗说是对小孩是百分之百的有效率啊 对大人生是标 我看他标的是95% 过去吧 我一直没太怎么打 就是总是听到一些负面的报道 说什么打了之后有各种不良反应啊 什么或者是发烧了啊 确实是有发烧的这种症状啊 还有疲劳的症状 但是呢 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你看那么多国家 人家都这个 都都都都就是 花重金来买这个 美国的疫苗啊 尤其是辉瑞的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打 还有叫强生的 那这几款一共是四款疫苗啊 我们现在打的基本上都是辉瑞的 辉瑞它的有效率应该是最高了 是啊 我们这都人都鼓励你打 还给你钱 只要你去就给20美金 相当于给你 给你吃顿饭的钱了啊 干嘛不去打呢 你看那个 就是这个以色列 他们以色列就是比较早打 他们是花高价买的美国的疫苗 他们这个打了 现在他们的这个 就是 这叫什么打疫苗的比例啊 防疫比例是最高了 大概是60%多了 已经是 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感染率 现在是比较低的 控制住了 都控制住了 他们当时呢 是好像在二月份的时候吧 他就去跟二三月份的时候 就跟这个美国这个疫苗公司去谈 本来这些售价呢 是16块钱 还是12块5一只美金啊 但是这个 以色列他为了这个优先得到美国的疫苗呢 他花60块钱 当然以色列人家有钱 他人也不多啊 就900万人口 花60美金买 买了之后呢 大家也都非常积极的注射 所以现在这个感染率低 我也是看到人家这个 这个以色列这个通过疫苗来这个防范感染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说就下定决心赶紧去打吧 现在什么 印度感染率也比较高 印度也是要求美国要赞助他们疫苗 这个还有台湾现在过去防疫那么好 现在感染率也比较高了 他们还是想说要拿晶片来换这个美国的疫苗啊 所以你看人家那个外国这个这个都下这么大本钱想打美国的疫苗都打不上呢 我们这些能够免费打还能够还能够人人都能得奖啊 刚才说的这个抓彩票一个是人人都得奖最小的奖是20美金 然后9个人里边就能中一个叫四能奖以上的 四能奖以上的好像最少的是2000美金吧 有2000的啊 有1万美金的呀 有什么30个4万美金的呀 这个中奖倒不是什么主要的啊 关键是还是为了群体免疫吧 你现在你现在你看我们家里边就是可能就我 我们这个大家庭啊 可能就我一个人没有打了 他们都已经打了 你别说美国人戴口罩不积极啊 让他们戴口罩他们觉得可难了 然后呢 他们的生活呢也不受不想受到任何的影响啊 就拿我们这个就是这一年半的这个疫情期阶段吧 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改变 你比如说该什么家庭的party聚会啊 他照样是party 该这个朋友聚会啊 照样是聚会 你就说像我吧 很多聚会都不想去参加啊 不想参加呢 但是你说人家里边人又都组织 你就不好意思去啊 所以我觉得美国前段时间感染率比较高呢 这跟观念啊 亚洲人包括华人 还有包括什么印度 就是这个亚裔跟美国人 他们跟欧美吧 跟欧美人在观念上还是相反的啊 他们是在疫情上 他们是注重就治疗 你看就包括川普 他都觉得干嘛要那么害怕呀 如果一旦感染了你就治吧 你看我也治好了啊 就觉得他们不怕这个 就是抱着一种爱咋地咋地 就是积极治疗的这种态度 所以打疫苗 他们在这方面在治疗啊 在防治方面 他们是非常积极的 都非常积极去打 但是我们亚裔人 好像就是注重的是 不是治疗 而是注重的防范啊 你比如说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是就是少去参加活动 然后少接触人 尽量 在家里封闭 封闭 一定要不跟外界接触 自然就传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嘛 我们普遍都是这种 这种态度啊 然后戴口罩非常积极 你就说这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啊 我们家里什么 Thanksgiving啊 Christmas啊 包括每个人的这个生日 生日party啊 什么复合节的 复合节的家庭聚会了 还有什么 上上周 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聚会啊 他们一样都不少 所有的这个 其实政府也不鼓励这种聚会嘛 这个聚会是传染 传染力最强的了 我记得疫情初期的时候说 这个波士顿那儿有一个大公司的 这个公司举行的party 一下就传染了 一下就传染了60个人 所以我对这个party挺害怕的 但是你说他们都老组织 有时候不好意思推却啊 你比如说我婆婆说 给你过生日了 你不去也不合适啊 她过生日了 不好意思不去 就前几天那个我们大家庭啊 这大家庭的每年聚会一次 就是租一个那个 租一个那个度假庄园啊 真笑了 我每天就喜欢看他们来这儿飞 租一个大的度假庄园 去举行这个大家族的家族的party 都一百来个人 有时候都是从 而且还是从各地跑回来的 因为他们家就是这个 我先生他们家嘛 就我婆婆 我公共他们家都是从那种 就是过去做那个五月花号 几百年前从欧洲移民过来的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老几代之前的 那个老家庭的人呢 几几代 可是十来代以前的吧 他们就是那个 欧洲的欧洲的什么 我们英格兰那个爱尔兰 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呢 他们坐船不仅仅是来美国 还有去什么澳大利亚的 还奇怪 我都奇怪 他们怎么就这个 这个这个 这么多年还保持联系啊 你看我们这个 哎 这小鸟 你看我们这个华人 就是我们娘家 我娘家你说我们家 这边都是在中国嘛 大不了就是什么去 就参军嘛那时候啊 去什么北方了 南方了 然后好像就过了 我爷爷那代的人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然后我爸那代的人呢 也是在我爸在世的时候 有联系 我爸去审仇 他那些堂兄啊 什么堂姐堂妹的 就没什么联系了 然后就是四散嘛 都是参军那代人 其实参军能有多远呢 然后没有组织过什么 这个家庭的这个party啊 但人这个 我发现美国人 他们那时候做这个 什么五月八号 有来美国的 有去澳大利亚的 还有的 还有的在从什么 去了什么加拿大的 然后呢 在波士顿纽约这边呢 又发展 发展之后呢 又开始他们 他们也是参军啊 其实美国人 他们在这个 其实 现在五十岁的人吧 传统的美国家庭 他们是欧洲移民啊 他们参军的也是很多的 基本上拿孩子 有百分之七八十吧 都去参军 但这一代人就少了 比如现在的二三十岁的 年轻人参军的就少了 因为他们参军吧 参军也是 这个转业之后 他们就去 比如说 像他们的家庭 两个长辈 两个长辈 他们都是在什么南方啊 巴马州啊 什么福尔尼达州啊 什么加州啊 什么什么德州吧 就是各个州吧 几乎他们家几天 人也多 在各个州 但是人家每年都 就聚在一起啊 就举行个party 像他们前几天 那个party 每次都是回到这边来 这边是他们的大本营 然后呢 回来的都是 你说这疫情期间 他们也不先 也不怕感染 也不怕麻烦 都是从各地 飞回来啊 坐飞机回来 这多危险啊 如果开车的话 可能还好一点啊 再说了 你说这群聚 他们也是 今年聚会倒是 有一部分人 像我就没去 我们家 我先生他去了 我跟孩子 我就没去 因为我觉得人太多 就比较风险 那也有的一些 亲戚没去 今年可能他们有个 四五十 就减少一半 四五十个人吧 这种家庭聚会 其实也是很容易 传染的 一旦有一个人 他在路途上 坐飞机传染了 那就可能会 带动整个家庭 都被传染 但他们不怕呀 所以说 这个美国传染率高 所以我觉得是 他们这种 防范意识不够 相对来说 中国人呢 这个防范意识 倒是 倒是挺强烈的 但是打疫苗的 积极性不够 现在回过来看 人家这个 就其他国家 打疫苗多的 这个防疫都挺好 证明这个打疫苗 还是科学 这叫科学 我们是传统方式防疫 他们是科学的方式防疫 所以说大家 没打的赶紧去打吧 没准还能得500万大奖 得不了500 还有个100万的 好像二能奖是100万的 得不了500万的 有几个 有五个100万的 还是有两个100万的 或者得上一两千块钱也行 再不行得20块钱也行 好的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这风吹的好舒服 真凉快 老鹰回来了 这是老鹰吗 这不是老鹰 我一直在等着老鹰回来 我要拍他 他真叫鸭子飞的 难看 这也是个大鸳鸯 这个鸳鸯怎么自己 一般鸳鸯都是 一般鸳鸯都是一顿一顿的 这个鸳鸯飞的不够雄伟 但那个 就那个 那个大鸭狗 大鹰 老鹰 那飞 真是 他真是 非常的 看着那个翱翔 老鹰叫翱翔 飞起来的时候 看着他那个姿态 非常的雄伟 再见 再见 再见